美中两国领导人在今年2月份首次通电话后就一直没有再联系 9月9日拜登与习近平再次进行了通话 确保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会变成冲突 在这次对话中拜登传递的信息是美国希望确保动态保持竞争 在未来不会出现任何情况使双方转向无意的冲突 中国官媒的报道指称这次通话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 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 并称习近平对拜登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 致使中美关系遭遇了严重的困难 上次两人在电话中交谈了两个小时 这一次通话持续了90分钟 拜登上任后一直试图与中方保持接触 从今年三月份的阿拉斯加中美高层会晤到副国务卿谢尔曼到天津访问 再到气候变化事务特斯克里四月份和八月份两次访问中国 但美国和中国的接触一直建立在拜登的合作竞争和对抗的原则上 反观中国则比较情绪化 一路可谓骂下来 从阿拉斯加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到天津的好处占尽坏事做绝 如何看待拜登与习近平通电话 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 下面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中美对抗加深 目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可谓前所未有的孤立 与之对应的是 美国已经完成了对中国的围堵 拜登先是启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已不再模糊 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 7月5日在东京都内演讲时 明确表示 如果台湾遭到中国的侵犯 日本将和依据该国安全保障关联法 所制定的成立危机事态 认定可以直接适用集体自卫权 其次拜登巩固与欧盟、北约的盟友关系 之间的后果就是 欧盟的议会叫停了中欧贸易投资协定 英国对华态度越来越强硬 再次拜登加大对台湾的援助 除了疫苗均售之外 还不断的将台湾推向国际舞台 拜登称美国对待台湾的安全 如同对待北约和日本一样 言下之意就是表明美国将对台湾安全实行防卫 另外拜登政府宣布延续前川普政府 在南中国海主权伸索问题上的政策 继续认定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伸索 完全不合妨 美国军舰频繁在南海举行军事演习 就在拜登与习近平通话前 美国海军宣布在南中国海美斯奇福礁12海里内 依法实施了一次航行自由行动 中国则称美纪礁属于自己的领土 拜登还多次说过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可以增强实力 以应对中国的挑战 面对自己划定的红线不断的被践踏 习近平也没选择 一是提升对台战争的威胁 中国的军机不断骚扰台湾 已经成为常态 二是增强网络攻击 7月19日 美国欧盟 英国日本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西兰等30多个国家 首次联合谴责 中共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网络攻击 同日 美国司法部公布了对四名中共的黑客的起诉书 三是加速核扩军 9月6日 北约秘书长廷斯斯托尔滕贝格 在17届北约联路军备管控会议上敦促中国加入限制核武器扩散的军控条约 中美之间的对抗越来越有可能走向军事冲突 拜登的合作竞争和对抗对华政策很可能最终演变为冲突 甚至是军事冲突 第二 美国要避免冲突 白宫官员在评论中美两国首脑通话时称 这次电话会议的目的是制定护览 确保美国的行动不会被中国误解 以便能够负责任的管理大国关系 美国欢迎激烈的竞争 但不希望这种竞争转向冲突 美方对于中方的行为不满意 中国不愿意进行严肃和实质性的会谈 这是不负责任的国家行为方式 特别是考虑到美中竞争的全球重要性 中美首脑通话不是为了找到某种突破性的协议 而是关于保持沟通渠道的开放 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分析指出 非常明显美国主动 中国大陆被动 美国在主动之前一定要有相当大的把握 这个通话是有意义的 有建设性可对内交代 中国大陆在接电话之前也会做出同样的考虑 整体双方在阿拉斯加天津的会谈确实有必要方过下一页 双方可以谈 有关全世界两强之间的关系都已经到了从高张力的言语对话 转到一个双方能够互下台阶继续走一旦路的时间点 美军撤出阿富汗后 美中两国有必要坐下来商议 而此时正值中国驻美大使倒论 美国驻中代表复论之前 领导人和缓气氛 鹰派说狠话 斗嘴的声音会暂时趋缓 也给双方高级别对话 增强动力 我认为拜登主动与习近平通话 是为了保持中美之间的交流 避免由于对抗触发军事冲突 拜登的举动是美国外交的惯常做法 即使两国爆发战争 美国也会寻求高层的沟通 反观中国则很情绪化 要么中美关系友好 要么相互对抗 9月8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于克里的视频对话中说 美国在其他方面的对抗 可能会阻碍气候问题上的合作 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 不可能脱离其他迫在眉睫的 地缘政治紧张关系 中美两国首脑通电话 对美国而言并不意味着 会缓和对中国的竞争 和对抗 但也不会放弃有限的合作 二十国集团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将于10月底在罗马会晤 联合国气候大会定于11月初 在格拉斯哥举行 尤其是在克服气候危机方面 没有中国的参入 将很难取得大幅的进展 第三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 我认为拜登与习近平通电话 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改善 两国关系将会持续对抗下去 就美国而言 拜登寻求的不是改善中美关系 而是不要因为竞争对抗 而爆发军事冲突 但围堵和遏制中国的战略 是不会改变的 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 受到国会和民意的制约 目前并没有和缓的氛围 就中国而言 习近平要在二十大上联论 就必须维持他的强能形象 他不会在台湾 香港 新疆 和疫情溯源等问题上 做出浪布 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陶一芬指出 不管是杨洁篪 王毅和布林肯 苏利文 在阿拉斯加 或谢尔曼 跟王毅在天津 都是不欢而散 两边似乎越来越僵 美国要确定 北京了解阿富汗政府的垮台 美国在印太和国际秩序的立场 并没有改变 白宫得通话内容 琢磨 较少 主要定调 不要让竞争演变为冲突 从中英文报道来看 似乎拜登主动表示要求通话 但从会后的声明 中方释出的内容比较多 并且强调要合作 感觉习近平比较需要这通变化 陶一芬分析指出 从阿里巴巴马云蚂蚁金服 对高科技金融教育培训机构 演艺界的监管风暴 李光满的文章被官媒疯狂的转发 似乎给中国的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一个感觉 习近平要搞文革 好像又要回到了毛泽东时代 这几天看来似乎有点走过了头 从最近刘鹤谈话 提到中国仍然在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欢迎外资到中国投资 以及印度金庄五国习近平的讲话 会后新德里宣言 习近平一直在送出一个讯息 中国还是要走在多边主义的道路上 还是一个世界秩序的维护者 而不是去挑战这个秩序 陶一芬认为 习近平如果要为明年第三任铺路 对内应该会继续强化控制路线 中美关系目前的格局不可能改变 综上可见 拜登与习近平通话 是美国惯常的外交手段 因为保持最高领导人的沟通 可以有效的管控风险 避免由对抗演变为战争 我们一定要明白 拜登是美国人的总统 美国人的利益是他首先要考虑的 所以美国即使放松 对中国商品的税收 和强调一个中国的政策都很正常 但问题在于美国的民意要求对中国强硬 要求对台湾的安全进行保卫 这就决定了拜登的政策走向 习近平正在为二十大连任摩拳插掌和精心布局 他必须要维护自己的强能形象 在自己划定的红线面前 他无法退让 也就是说中美两国关系的路径已经锁定 即使有小的和谎 也无法改变整个大局 拜登与习近平通话后 中美对抗将会继续 是否能够有效管控风险 取决于两国 但总体而言 一个寒冷的冬天 正在等待着中美两国关系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